两派人马走在南极场夜市才刚碰到面 冲突一触即发 站在最右边的黑衣男子从背后拿出球棒 吵黄喜男子一阵猛打丝毫不手软 不过黄喜男子也不甘示弱 拿出预藏的折叠刀就往回衣男的腹部捅了下去 还注意到对方拿出小刀准备要反击 立刻就带着同伴迅速逃离现场 吃刀砍人又挥棒乱打 事情就发生在台北市南极场夜市 双方之前疑似因为骑机车近夜市闲晃 起了口角争执后相约谈判 一方持棍棒乱打 另一方就拿出刀子捅人 警方赶赴现场时双方已一轰而散 围京调阅相关画面分析比对 第一时间及掌握具有地缘关系的黄性祖贤 临系男子被捅之后右手扶着腹部忍痛就意 而根据警方了解 伤人的黄性男子因为时常闹事 这回又回到攻击 一下子就被警方认了出来 心胸后三个小时就被逮 检方已杀人未遂罪将他起诉 这下子嚣张态度全都没了 得好好为自己的凶狠行径 负起法律责任 记者 郑任宗 李玉景台北报道